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Yo's Talk 掌知識這個環節 今天的主題是說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是想跟大家說說糖尿病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近年糖尿病的趨勢變輕化了 還有大家知不知道香港有700萬多人口 不知道是不是2022年 香港大約有75萬名的糖尿病患者 大約每10人當中有1個患有糖尿病 統計來說65歲或以上的病法率高達20% 我剛才也說了 近年糖尿病的趨勢年輕化了 不是老人家才有糖尿病 所以這個議題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關注一下 不是說你年輕二三十歲就不需要去理會 其實不是的 是一定要有預防性於治療 你到時真的要挨邊或者真的有的時候 你就很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以為血糖高 所以才有糖尿病 其實事實上裡面 血糖高就不是這個原因 而是這個結果 有時候人們都說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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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不知聽誰說 去摩摩摩摩地下 或不知什麼 很多矮套進去就是糖尿病 是真的的 真的你的糖尿甜 就惹了很多矮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這個 當然不是叫你摩得尿在矮豆附近 看看是不是自己有糖尿病 有糖尿病指去驗的 或者去醫生檢驗 更加清楚一點 簡單地說 糖尿病的最敷禍首就是 我們的胰島素失效 例如 怎麼說呢 胰島素是什麼 當我們進食的時候 碳水化合物 例如飯 麵包 麵 碳水化合物 麥片 什麼都好 會在腸道裡面分解成為糖分 就是百米很多糖 然後我們身體去吸收 所以令到我們的血糖會升 例如你吃完飯 血糖會高一點 如果糖尿病的患者就知道了 為了應對我們身體 為了應對額外的血糖 胰狀會分泌一些胰島素出來 將胰狀的胰島素出來有什麼用呢 他的職責就是將 在血裡面的糖分 即是血糖 轉到身體裡面的細胞 儲存起來 令到我們的血糖可以維持低一點 把你的血糖高了的部分 移到細胞儲存了 你懂得用的時候就會釋放出來 當胰島素的新陳代謝出現問題 即是當你的胰臟 分泌胰島素的新陳代謝出現問題 就會形成一型或者二型的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通常都是遺傳或者天生的 病發的時候都是比較年輕 他們的病情可能嚴重 需要打胰島素的針去控制 一型糖尿病跟肥胖不是很大關係 沒有直接太大關係 但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通常都是中年或者年長的人士 和肥胖是有關係 尤其是中央肥胖 不嚴重的大多數都是口服的藥去控制 如果嚴重的話都是要打針去控制 除了一型二型的糖尿病 還有什麼類型的糖尿病 譬如陰身糖尿病 我當時有嬰兒 我都要去驗糖尿 因為有時可能你駝嬰兒 有時可能內分泌或者胰臟 有少少影響或者怎樣 你吃點東西 我會去醫院那裡 首先就是胸肚不能吃東西 去醫院那裡驗 觸手指驗一驗糖尿的指數是多高 然後給你一杯很甜的糖水 喝完之後 你不知隔一兩個小時 都好像不能吃東西 我忘記了 不確定 都好像不能吃東西 後來等一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還是一個半小時 差不多這段時間 就回去再刺手指 那時候我是叫便 所以姑娘 醫生那些 就說不可以吃那麼多飯 飯八米都很多糖粉 所以就要控制了 除了任性糖尿 一型二型 或者有時你吃些類固醇 都會影響你的糖尿的高低 耳狀切除 或者耳狀疾病 耳狀炎的病人 都會有機會患有這個糖尿病 因為影響了你的耳狀 分泌不到胰島素出來就會是這樣 如果你問我學術性上面高一點的 再想一下 它的胸肚驗糖尿的時候 如果高過5.6mmol 就是這個屬於糖尿病的前期 但一旦 譬如你胸腹驗手指的時候 指數超過7 飯後兩小時後增加超過11.1mmol的話 這個糖尿病症狀要去看醫生 就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直接已經是糖尿病了 所以你一定要 譬如你懷疑自己 就要去檢查一下 你說糖尿病那怎麼辦 有什麼問題 就吃藥打針 好像很容易 其實不是的 當長期血糖過高 過高 過高 當長期血糖過高 會怎樣呢 會破壞身體裡面的血管 它是那些長期血糖過高 會導致身體上下都有可能出現病發症 有什麼病發症 如果影響大血管的話 就會引致有機會心血管的疾病 例如中風 觀心病 心臟衰竭 亦有可能會導致腎衰竭 其實過半數的 需要洗腎的患者 的晚期腎衰竭的個案 其實都是由糖尿病開始 所以不要輕視這個糖尿病 還有如果你影響小的血管 會怎樣呢 有機會截肢 或者糖尿上眼會慢了 所以很害怕 聽到都害怕 所以你不要說 打火鍋 經常都要喝幾罐紅色的汽水 那些 我認識有些人 一天喝兩三罐 很少 可能有些人 真是紅色那罐汽水 當水喝的 真的很恐怖 他們不喝水 不喜歡喝一些沒有味的東西 而且是喜歡喝汽水 其實譬如 不是說 你一定要喝八杯水 譬如你有湯 果汁 那些都算是 譬如 兩碗湯 一杯果汁 果汁都很高糖分 大家注意留意一下 果汁 湯 水 水要佔大部分 千萬不要說 經常要喝一些有味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 很淡 不想說水真的好沒有味 可能有時候 你煲一些檸檬二米 有益一些 養生一些的水 譬如你說 我怎知道自己有沒有糖尿病 現在就說一下糖尿病 常見的症狀有些甚麼 或者你可能會經常都覺得很口渴 喝極水也是很口渴的 還有你少變頻密 當然不是說你不停喝水 不停喝水 經常去經常去 你喝多少當然會出多少 但是 頻率是不正常的 就少變很頻密 你覺得有些不尋常 就要去檢查 還有食肉 你會增加了你的食肉 糖尿病反而是會增加食肉 食肉增加 很開胃吃很多東西 但是體重相反會下降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又容易容易累 還有皮膚好像周身痕一樣 經常都會痕 還有看東西蒙茶茶 視力蒙糊 還有譬如你傷口 譬如你刮損了或者怎樣 傷口的速度 比平常是慢很多 或者是好不了 還有你的足部 你的腳是有些針刺的感覺 如果你中了八成 真的要去檢查一下糖尿病 這個 身體檢查一下你自己驗血 去找醫生 好了 說完有什麼症狀呢 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預防 或者你真的有了糖尿病 可以怎樣做呢 今天我預備了12個提示送給大家 很多 第一個提示就是每天要吃早餐 早餐你可以吃多一點炭水化合物的東西 不是叫你狂吃 當然 適可兒子什麼 我都說吃多一點 的意思不是叫你瘋狂地吃 你可以吃一些麥片 做米飯 健康一點不要吃白米飯 做米飯可能半碗 晚上反而吃一些清淡淡 吃一些菜 吃一些雞胸 總之是吃一些清淡一點的東西 小鹽小油小辣小糖 當然是要 因為如果你不吃早餐 你突然很餓去吃東西 血糖突然飆升就不好 所以一定要吃早餐 人們經常說不吃早餐 不吃早餐減肥 其實減肥是要吃早餐 晚上反而吃少一點 第二個提示就是 著重多吃高纖維的炭水化合物 還有每一餐都吃一些蛋白質 第三個提示就是選一些低辣的飲食 剛才提到少油小脂肪小零食小紅肉小加工 即是午餐肉香腸的小食 因為那些都是高纜的 對你糖尿病都不好 不要以為對身體本身已經不好 糖尿病就更加刺多兩刀 第四個提示就是 吃多些新鮮的蔬菜和水果 不知道媽媽是女人嗎 一定要做這些健康一點的事情 如果你想投資你健康有個好的身體 就要做這些事情了 第五個提示就是 從天然食物攝取維生素和礦物質 即是不要吃太多食物 不要吃太多食物 不要吃太多維他命丸 盡量在天然的食物吸收多些維他命 和礦物質 吃多些彩虹水果 避免多油煎炸 BBQ的食物少一點 糖分高的食物也少一點 就可以減低我們胰臟的負荷 尋住胰臟 吃多些都是 怎樣說 例如你看食物 第七個提示就是 你買食包裝的時候 有時買穀物片 其實裡面都很高糖分 所以一定要看食物標籤 最好現在香港已經有食物標籤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糖分 最好吃無糖的東西 糖分 其實有很多水果飯 水面粉麵飯已經有很多糖分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沒有糖分 還有不要吃宵夜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飲食定時 要夠睡 令到你胰島素的分泌 恢復正常就會好些 第九個提示就是定時定後 剛才說了 還有如果你真的有糖尿病 要做飲食日記給醫生看 還有自己可以看吃了什麼 今早我吃了很多碳水飯 吃了很多飯 晚上不可以吃那麼多 第十個提示就是要做運動 又是 不知媽媽是女人 就是做適量的運動 血液循環 控制體重 減少病發症 不要那麼肥 病痛也少些 又不是叫你受到成條柴 適可而止 你知道我說什麼 第十一個提示 如果你真的有糖尿病 就要定時定後吃這個降血糖的藥 或者注射你的胰島素 不要突然間今天吃 又明天不吃 今天打 明天不打 不要 還有第十二 而最後的提示就是不要吃煙 吃煙對你的血管是很差的一件事 改善血管健康 你的病情 譬如你的糖尿病 你吃少點煙 病情都容易控制 不知道吸陰做什麼 現在剪了這隻頭髮 這隻是真的不是假的 之前在淘寶買了一些假的 這隻是真的 但是好像怪怪的 最近長了一點 很多人都說糖尿病有沒得醫 是沒有得醫的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的疾病 目前還沒有根治的方法 所以沒有糖尿病的你 記得記得要很小心 很小心疼你自己的身體 鄉太經常都肺腑之言 大家要聽 大家要健康 大家要支持我 繼續 你有身體健康才可以支持鄉太 快至到一百歲 一百歲還坐在這裡和大家說話 脫掉牙 糖尿病有些人就問 可不可以吃水果 吃點水果可以嗎 可以的 但是你要懂得選擇 譬如你說香蕉 菠蘿提子木瓜 那些很甜很高的果糖 就避免了 可能真的忍不住 就吃一兩口 大家 如果真的忍不住口 那怎樣 譬如你有時吃精製澱粉 那些就盡量吃少少 如果真的忍不住口 那就平衡 這裡吃多了 那個減少 OK 自己會計 糖尿病的 可以吃什麼水果 譬如牛油果 藍莓 士多啤梨 比較酸 沒那麼甜 糖分沒那麼高 就適合多些 但也不要過量 知不知道 因為好似 新童的人都不吃其他水果 只吃藍莓 牛油果 那些 最多都是士多啤梨 但新童 這個減肥方法 減少糖分 就吃多些肥豬肉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 這個方法 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身體 是不是適合你 要問醫生的專業意見 或者營養師的專業意見 因為我這裡答不到大家 因為我不會 戴我的頭盔 我不會背負任何責任 所以你們有些什麼 我說的東西 所以你們 不知道合不合你們的體質 最好問回專業醫生 專業營養師的意見 我很多東西都是上網 找了很多資料 綜合了和大家分享 所有的資料 我都是找幾個網站 找完資料是真的 我才會和大家說 還有今天預備了一個湯水 這是我中醫師的朋友介紹的 它的名字叫做 糖尿病燒學湯 很簡單的 五樣材料就是 五樣材料 五樣 改善冷飲 我要努力 淮山一碗 粟米酥一碗 不要說幾一前幾一兩 很難計 用乾淮山或者新鮮淮山一碗 粟米酥也是一碗 五指巫桃半碗 看看你們有多少人喝 今天這個大約有十碗水 五指巫桃半碗 很香的煲出來 又有補氣的作用 太子芯三湯匙 三至四湯匙 瘦肉用半斤 清淡的糖尿病 不要濾太多太肥的東西 排骨頭的間中好 如果你糖尿病 就清淡的 放些瘦肉下去 調味就OK 做法是怎樣 洗乾淨我剛才所說的材料 瘦肉切細塊 飛水 除了瘦肉之外 把剛才所有的材料 淮山 粟米酥 太子芯 還有五指巫桃 五指巫桃 用十碗水 煲滾 水油水 十碗水 煲滾 小火 煲滾 之後轉小火煲一個小時 之後再加瘦肉 再煲半小時 至一小時 加鹽調味就OK 剛才那些材料有什麼好呢 淮山有益肺補腎的作用 還有可以降血壓的淮山 是很好的 燙烈餅的患者可以多吃淮山 對 粟米酥有利尿消腫 都是有降血糖的功效 粟米酥OK 在街市菜單 有時會見到有買的 五指巫桃 中藥財店或者街市的雜貨店 你都會見到有時五指巫桃 我經常煲湯都會加些五指巫桃 有輸筋活落 還有一年四季都適合喝 其實我今天介紹這個燒鶴湯 糖尿病有燒鶴湯 輸筋活落 又補氣 對 益氣補氣 太子心就益氣新樽 所以這個湯如果糖尿病的患者 或者沒有糖尿病的你 其實都可以煲來喝去預防 或者剛才所說的淮山 粟米酥 太子心 還有五指巫桃 其實是吃不壞人的 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所以偶爾煲一下這個湯 降壓血糖 對大家身體有幫助 今天很長氣 今天講了十七十八分鐘 希望你們吸收了我剛才所說的 還有乖乖地實行 希望每位鄉太的觀眾都身體健康 OK 下次再看有甚麼題目 再跟大家說 或者你們有甚麼題目 想我找資料跟大家聊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記得追蹤我的IG 掃一掃畫面這個QR code 就可以追蹤我的IG 因為我現在經常 有時跟朋友或家人去餐廳吃完東西 我就會Post一些相片 或者那間餐廳的裝修給大家看 如果好不好味 如果你想知道那間餐廳好不好味 可以留言問我 在IG 我就會很快很快回覆你 因為我每天都會看IG 我每天都會更新一些IG story 或者去完甚麼地方好吃或者好玩 我都會放上IG和大家分享 有些文字食譜 有時我沒有放上Youtube 我都會放在IG和大家分享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嘩 很長期的 快要19-20分鐘 拜拜